碧海如画,滚滚浪涛晶莹,砸向高空,瞬间洗净漫天的云朵,蓝天通透洁净,白云无暇,一尘不染。 东海,一座岛屿上,落影缤纷。 这里宛若世外桃源,放眼望去,成片的桃树上花孤朵鲜嫩玉滴,也有盛开的花瓣带着留下,随风凌落,片片都在发光,心香弥漫。 千末就很依旧在,老景掩在桃林中。 上古远去,地球进化之路曾中断,昔日的神岛被云雾伸索,见晨迹近年来才再现,有海兽登岸,有益勤落足。 近日,一群神子,圣女在东海寻找进化圣地,最终发现这座岛屿,在此落足。 这里将有一场盛会,来自不同星系的生灵,有虫族的,有天神后裔,更有九幽族等,一大群天宗奇才正从各座名山赶来,在此聚首。 现在已经出现不少人,让这座岛屿多了极许繁荣,不再沉寂。 绿草如荫,不少进化者席地坐在桃林中。 许多数千年的老桃树抽芽,满树花朵,喷勃粉红霞光,景色唯美,宛若一幅瑰丽的画卷。 琴声叮叮咚咚从桃林中传出,非常的悦耳动听,让人们的心都为之宁静下来,非常放松。 桃林中,古代遗留下的石桌与长岸等不算少,许多人盘坐在这里,正在饮酒赏桃花,十分地悠然自得。 这些人都气质出众,有的为铜皮巨人,跟一座小山似的,弥漫出淡金色的庞博血气,一看就是恐怖强者。 有神子背负雪白羽翼,周身笼罩神光,像是一轮小太阳,出尘而圣洁,容貌超过很多女子,手持玉杯,品尝美酒。 有神女眉目如画,顾盼生姿,红唇鲜艳性感,在这里浅笑间,风采动人心惊。 在那一株数千年的老桃树下,一个年轻男子正在抚琴,他空灵出尘,俊秀的面庞,从容而优雅。 他的手指轻划过那张古琴,琴音竟能为人们展现出画卷的美感,听着这种音律,让人悠然出神,刻意忘忧。 机灵神子琴艺越发的精湛,静静聆听,像是一股清泉躺进心田,体会到一种出世的美。 有进化者赞叹,无不同音律,但现在却也心态平和,没有了平日的躁动,寂静呼道。 那个铜皮巨人点头,血气雄浑,震得成片的桃花速速坠落,流光一彩。 瞬息间,琴音活泼灵动起来,叮咚悦耳,接着,一些鸟雀被吸引而来,翩翩起舞,在这里盘旋不去。 这种景象,让人惊讶与动容。 不愧是天音神教的机灵兄,随意一曲,就让白鸟来朝,悬而又悬,再这样去,就可助我等悟到了。 一头暗金色的狐狸口吐人言,在那里感叹。 的确,月圣美妙,让人沉浸不能自拔,机灵神子考虑入赘我足欧。 一个非常妖野,穿着明纱的艳丽女子,对抚琴的机灵妩媚地笑着。 各位谬赞了,这只能算是小道,我这微末道横,也只能在这里博大家一笑。 机灵说道,笑了笑,已经停止抚琴。 一刹那,鸟雀似飞,全都远去。 众人恭维,说他太谦逊了,谁不知道天音神教的乐声举世瞩目,有多部圣级作品作为底蕴,一旦演奏,能让人静心悟导。 说起来,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,你们听闻了吗? 归一胶的神子周海,构建出一种黑漩涡能量体,十分可怕。 这才刚一问世,就冲上能量体黑马榜前二百强内,震撼人心。 有人探道,那个眉目如画的神女蓝师,顾盼生姿,此时点头,红唇微张间十分性感。 道,据悉,那种黑漩涡能量体脚杀力惊人,按照评估,其排名还能提升一大截。 众人动容,对蓝师的话认可。 嗯,最近那个楚风,不也是成就出一种能量体吗? 也进了黑马榜,跟周海神子的黑漩涡能连体排名相仿。 当提及楚风这个名字,顿时有点冷场,因为在这里有一些人曾去围猎他,发生过冲突。 周海的兄长周胜会来这里,说不定有意外惊喜,周海也可能已经踏足这颗星球,或许会跟来。 有人猜测,若是这样的话,真希望那个楚风也能来,若是跟周海遇上,那就热闹了,看一看熟弱熟强。 这时,一阵骚动传来,岛屿外围不少人向一个方向涌去,像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感到。 神子福荒来了,果然,随着这样一声喊,就是桃园林中的一群身份不凡的进化强者也都坐不住了,纷纷起身。 福荒,一位实力不可揣夺的神子,掌握天神涂魔鹿这种呼吸法,跟前十大星辰世界有关,威名极大。 最近都在传言,他将这门呼吸法练到一定层次,想要寻找一批值得他出手的强大对手围攻他,用以魔力极深。 福荒,被雾崖笼罩,口鼻间有龙柱般的气流涌动,才一登倒就被人围上,如同众星捧月盘。 毫无疑问,他很强,有赫赫威名。 岛屿上顿时一阵嘈杂,浮荒尽倒,如同众星捧月般被拥促在中心。 不过,他也只算是头面人物之一。 不久后,碧波浩荡,一箭横空,劈开水波,一个女子凌空而来,背负黄黄见光。 大徐黄巢的徐亮来了,这再次引发一阵骚动,众人起身,看向岛外,对这位大徐净化黄巢的天女很看重,不敢轻慢。 因为,她不仅是一位黄女,身后有强大的净化黄巢,还因为她的尸门更为可怕,跟前十大有关。 当然,她自身不用多说,实力恐怖,她不仅长得婀娜秀丽,见到一通神,一箭在手,难逢对手。 除却徐亮,伏荒外,还有头面人物,比如元魔,这是一位魔子,让这个岛屿顿时热闹起来,这场盛会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不凡。 谁都没有想到,有一些圣子,神女来头极大,早先都不知道他们降临地球上。 现在,各条星路上的降临者,未寻东海中一计而来,在此聚首,商讨一些事宜,避免未争机缘,而彼此发生冲突血战。 嗯,福荒,徐亮,元魔这等人物都来了,我真有点希望那个楚风也出现,他不是张狂吗? 又是卖肾子,又是抓圣女扑床,赶来这里的话,直接打死。 楚风的敌人在激动,非常袭击他出现,想看到他被浮荒,徐亮,元魔这种人物狩猎,再次镇压。 楚风在哪里? 原本都出海了,但是他在光脑上接到一则星际通讯信息,果断返回陆地。 有买家联系他,告知已经准备好局势秘籍,天涯咫尺,刻意成交了,楚风闻讯,一路冲向龙虎山。 在别的地方他不放心,唯有这里外人不敢进来,不用担心被打扰。 最近这几天,白灵的父母心骄如焚,坐不安,还真怕白灵在楚风手里遭遇不测,因为这主太彪悍。 这两天,他们时刻在关注,看到黄金猛马乡坐在轮椅上,血泪控诉,楚风盗走他三条腿,又看到昆阳哭到昏厥,一对羊腰腰子被楚风盗走。 最后,黑虎圣子整个人都被偷走,这简直就是一部恐怖大骗。 他们真担心,身体虚弱的楚风会将白灵也给吃掉。 当然,还有一种隐忧,他们的女儿非常漂亮,银发奇妖,肤白如雪,貌美动人,万一楚风不讲究,那将是一部灾难片。 回到龙虎山,来到一条星路前,楚风跟买家沟通。 大兄弟,你是在质疑我的人品,放心,货真价实,根本不需要验货。 不行,白灵圣女呢,我想要看一看。 买家说道,楚风从空间瓶子中将白灵抓了出来,那可真是一点也不怜香惜玉,直接拎这一条金属链子就要捆起来。 道,你看,脸没花,骨头也没断,身条很挺,我除某人卖货,质量保证。 嗯,我帮你绑结实点,邮寄过去后保证跑不了。 宇宙深处,白灵的父母看着他在那里跟捆猪一样将白灵绑成一个大粽子,顿时心疼无比,很想派死楚风。 同时,他们也在后悔,不该多嘴。 款刀立刻交货,赶紧吧,让通天快递公司开启虫洞,将那本秘籍送过来。 你先发货,将人送过来。 白灵的母亲说道,开什么玩笑,邮寄活物最耗时间,像宇宙深处送大活人,一般都得一年半载以上,等你们验收,我得等上多长时间。 先游记秘籍,这东西是死物,当日即到。 楚风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地,了解到这些。 接着,他又补充,道,咦,难道你们要死物,想要被肢解掉的圣女,早说啊,我帮你们剁掉,等下午。 白灵的父母当即脸就绿了,大喊道,助手要活的,要完好无损的。 那就付款,这是在元寿平台进行的交易,你们还担心什么,有平台做保证,哪怕我违约不发货,他们也会赔偿你们的。 白灵的父母心惊肉跳,道,不要赔偿,只要这个圣女。 楚风暴坐标位置,地球龙虎山。 结果,不久后,星路尽头这里出现一个虫洞,很小,有一个小盒子浮现,从星空的彼岸横渡过来。 还真是了不起,不仅能当天到达,还是及时的。 楚风欣喜,这是一个金属盒子,异常坚硬,开启后里面是一本枯黄的书,看样子年头相当的久远。 是真的吗?楚风怀疑,白灵的父母大怒,付出极其沉重代价,这才求够到秘籍,却被人这样怀疑。 楚风笑道,别生气,我不就是顺口问一问吗?再说,你也不亏啊,这本天涯指使你看过后,完全能作为你们那一族的镇教秘典。 你懂什么?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,不然谁会交换,而且被逼立下誓言,此秘籍不得广为扩散,不然会被灭口。 这么严重?楚风诧异。 自然,谁敢质疑圣人的话语与威严? 圣人不容质疑,我不是没事骂君陀吗? 经常性的,楚风说道,白灵的父母顿时无语,想到楚风张口就骂君驮为老乌龟,老王八,却还能活蹦乱跳,这还真是没天理。 随你去这的,最终这两人也只能如此愤愤不平地说道,嗯,我先参悟下,楚风翻开枯黄的纸张,上面有图,也厚文字,但是他一个字都不认识。 我不认识上面的字,楚风很诚实地说道,白灵的父母真要喷血了,难道还要教他文字,最后他们捏着鼻子告知,道,光脑可以帮你识别,那是宇宙通用文字。 嗯,不错。 接下来,楚风开始参悟,无比投入,废寝忘食。 白灵的父母急了,真不想再耽搁了,催促他发货。 年轻人就是没定性,缺少静气,急什么。 楚风回应道,而后,这才实实然地在光脑上联系通天虫洞公司。 通天快递,我在地球龙虎山,有邮件要寄出去,速来上门揽键。 我们是虫洞公司,负责贯穿宇宙空间,没有上门揽键这项业务。 一个智能机器的声音回应道,不就是快递公司吗? 怎么没有这些业务? 楚风质疑,白灵的父母崩溃,赶紧指点,道, 你别问那么多了,赶快在光脑上下单,一会儿他们会依据坐标,开辟出一条可以远距离传送生命的通道,你选择最昂贵的那个,这样我们最快就可以在半个月内接到白灵,而不用等半年以上。 凭什么选最贵的? 我看看,先研究下。 楚风说道,然后就在页面上摆弄。 他倒吸冷气,在宇宙中游击东西,真是贵得吓死人,换算成一果的话,得好多框。 坑爹啊,这么贵。 楚风果断选了最便宜的那项。 随后,他发现还可以到付,也就是让收件人去付钱,所以他再次进行了无比正确的选择。 然后,他果断下单。 当看到一个虫洞在星路上浮现,楚风直接将白灵扔了进去,让这位圣女七蕴八素直翻白眼。 你慢点。 白灵的母亲很心疼。 接着,虫洞消失。 白灵的父亲见他这么快就完成了,心中不安。 随后,他的光脑上接到信息,了解到这一单的详情。 尼玛最便宜的虫洞,而且是道夫。 小子你敢,怎么这样选择,你要气死我了。 白灵的父亲气急败坏。 楚风安慰,道,急什么,我帮你选的是最便宜的,花不了几个钱,你得谢谢我。 我去你大爷的,我用你省钱嘛,我要最昂贵的,哪怕我自己出资都完全没问题。 楚风撇嘴,道,你太贱了,真是好心没好报。 楚风转身,给他一个后脑勺,直接不搭理他了,去研究天涯咫尺。 你才见,从头坏到脚的小兔崽子,你别踏上星空,不然老子飞去请一帮雇佣军天天追杀你不可,敢绑架我的女儿白灵。 反正白灵进入虫洞了,他父亲也是豁出去了,将心里的火气都发泄了出来。 哎哟,原来是老白啊,早知道是你,我说什么也要再加价。 楚风的话语,气得白灵的父亲更窝火了,他果断结束通话。 接下来,楚风将袁坤也发货,因为买家早已付款,不过这金刚元圣子是甩卖的,没换来什么稀有秘籍。 然后,楚风离开龙虎山,前往东海,他一路走一路修行,研究天涯咫尺, 因为这本枯黄的密册就九叶纸,薄薄一卷。 很快,他就全记住,烙印在脑海中,揣摩出许多奥妙。 海中,他搜的一声从原地消失,出现在另一片海面上。 楚风上手很快,如获至宝,这东西非常适合他,最基本的药意已经能够施展出来。 而后,楚风边走边试验,一路横渡汪洋,最后发现几名附惠的神子,圣女,尾随他们来到一座格外美丽的岛屿上。 桃林中,千年老桃树发光,粉红花瓣喷霞,落荫缤纷,片片晶莹,像是光雨在洒落,带着芬芳。 天啊,那个楚风丧心病狂,真的卖掉圣女白灵,还有圣子袁坤,袁寿平台上最新显示,交易已经完成,全部成功。 这在桃林中引发不小的轰动。 其中,有些人振笔高呼,建议联手对付楚风,去振杀他。 肆无忌惮,他真的在卖绳子,在拍卖圣女,令人发指,诸位,我们当供诸他。 其中,最活跃的人居然是子鸾,这个傲娇女,当初被楚风捉住,也被拍卖了,而且有人下了订单。 若非关键时刻天雷降落,将楚风批中,他现在也被承交掉了。 此外,李凤,展鹤也是心情复杂,在那里号召人们联手围猎楚风。 众人看着子鸾,不禁想到他当时的样子,都快吓哭了。 在那里唱我是一只小小鸟,顿时露出一色。 事实上,这群人成分复杂,有人敌视楚风,而他们的对头则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楚风。 小妹妹,安分一点吧,万一再落入楚魔王手里,你怎么办? 不仅要唱小小鸟,还要被卖掉。 有人调侃,圣女子鸾休脑,道,我当时只是有些紧张而已,所以表现软弱,现在他在出现试试看。 我,找人灭了他。 就在这时,场面有点静,因为许多人吃惊地发现,那张熟悉的面孔真的出现了,就在桃林外,缓缓而来。 子鸾圣女,楚魔王来了。 有人低语。 妹子,你的大仇人到了。 有人提醒。 想吓我,切,我胆子有那么小吗? 子鸾不屑,头都没回,相当地淡定。 子鸾,他真来了。 有人低声告知。 子鸾傲气地扬起雪白的小下巴,吃笑,压根就没相信,到这种场合下,他也敢来。 切,跑这里来,难道是想向我请安? 然后,楚风施展天涯咫尺,从桃林外一步迈出,就到了林中,没有露出杀气,而且对所有人温和地笑,并点头质疑。 一时间,众人也因此而没有动手,来都来了,真要围猎,他也不急于一时。 然后,楚风悄无声息到了子鸾的背后,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。 子鸾回头,正好看到一张灿烂的面孔,正在对他笑,牙齿雪白晶莹。 啊,子鸾尖叫,声音之惨,犹若在经受最不好的事情,简直是撕心裂肺,痛彻骨髓,小脸没有血色,跟张白指似的。 接着,他很干脆,美丽瞳孔收缩,仰头就到,翻着白眼,就这么昏过去。 实在是因为,他惊吓过度。 乍然看到楚风,他选择果断昏倒,都没带犹豫的,很干脆的便无知无觉,软绵绵向后躺。 众人目瞪口呆,这就昏死过去了。 刚才他还在嘴硬,信誓旦旦,说无惧楚风,还奚落他来这里,也是为了请安。 结果,他这么的没用,就看了一眼,第二眼都没看完,就吓得挺失。 可想而知,楚大魔王在他心中何等的可怕,当日真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可不印象,怕到骨子里。 楚风向人们示意,这真不关他的事,然后,他非常友好的伸出手臂,接住他,避免圣女子鸾摔倒在地上。 而且,楚风释放善意,为他注入一缕蓬勃的能量,将他救行,全程可谓体贴,周到,一点也不粗也。 可是,这种举动对子鸾来说太折磨,因为睁开眼的刹那,又看到楚风,然后,他果断又晕过去了。 楚风也无语了,再次好心注入能量,刺激他醒来。 啊,救命啊! 子鸾睁眼就大叫,楚风微笑,道,别怕,是我。 原本,子鸾这次要坚挺住了,没有立刻昏过去,可是听到这种话语,毫无疑问,他内心是崩溃的,就因为是你,才害怕,才昏迷。 落入这个魔王手中,还能友好吗? 所以,他果断地第三次昏过去,这真不怪我。 楚风向周围的人解释,一副和善无比的样子。 只有跟他打过交道的李凤,展鹤在发毛,暗中坚定地认为,这绝对怪他是故意的,有预谋的。 终于,子鸾再次苏醒,发现自己正躺在绿荫地上,半空中晶莹花瓣飞舞,一片又一片,特别美丽。 可是,回头的刹那,他感觉整片世界有灰暗了,因为,他看到那个大魔头,就在他的身边席地而坐,占据原本属于他的玉石桌。 两者离得太近,他都能感受到楚风的呼吸,他正在悠然自引。 此鸾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,拍他肩头的人真是楚魔王,而今坐在他身边,还这么地亲近温和的样子。 我俩真有缘,又见面了。 楚风微笑,有缘个灰喜雀。 此鸾很想翻白眼,傲气地百大小姐脾气,谁跟你有缘? 思想有多远,你给我消失多远。 但是,他不敢。 楚风精神异异,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。 可是,紫鸾一却在打冷战,看到他这么和蔼,笑容带着暖意,他却越发地发毛。 当日,这个大魔王凶狂的一塌糊涂,吃掉猎山,猪武雀,打死宇文峰。 陈戎,其余,简直是不可战胜的怪物。 他现在还觉得后背发寒,好不容易才逃出魔手,今天怎么又落在他手里。 紫鸾愤闷,内心忐忑不安。 好了,土著中的天选之子,该收手时,还是收手吧。 一个铜皮巨人开口,跟一座小山似的,坐在那里,体内血气宛若岩浆滚滚。 铜皮巨人冲着紫鸾开口,道,圣女,来我这边。 楚风没搭理铜皮巨人,坐在玉石桌后,只瞥了紫鸾一眼,便自真自引。 紫鸾吸气而又忐忑,希望铜皮巨人能压制楚风,可是没结果前他真不敢过去,怕刚一动身,就被楚风一巴掌拍死。 其实他多想了,楚风即便出手,也是生金活捉,怎么可能让他去死,因为要换秘籍呢? 哼,铜皮巨人咧嘴,露出一尺多长的雪白獠牙,并迅猛地伸出大手,带着狂风,飞杀走时,向楚风那里一把抓去。 他坐着就动手了,都没有起身,相当的傲慢与随意。 楚风能感觉到,这个铜皮巨人不简单,皮肤蒸腾出的血气如同烧红的铁水,将周围的桃树,轻蚀都毁掉了。 巨人爆发出十分恐怖的威势,比朱武雀,宇文峰,斩鹤等人都要强一劫,是个厉害人物。 楚风也没有起身,抬手就迎了上去,当的一声巨震,如同金石交击,铜皮巨人的大手发出刺目的光芒,像是一片闪电绽放。 铜皮巨人瞳孔收缩,感觉到钻心的疼,道,难怪敢只身前来。 事实上,他心头悸动,他的那条手臂很痛,内部被一股螺旋径撕裂,已经受伤。 再来对弓的话,伤势就藏不住了,整条手臂会裂开。 楚风对他笑了笑,牙齿白生生,而后猛然一拳向前挥去,被动不是他的风格,既然赶来这里,就不是为了受气,他有底气。 铜皮巨人一声咆哮,祸得战起,瞬息间,全身金光大盛,祖先血脉复苏,他化成庞然大物,宛若黄金铸成,通体璀璨。 周围,数千年的老桃树连根拔起,连带着数万斤的青石等,也被他的金色血气激荡起来,悬在半空中。 此时的他,神力足以跋山,巨人金色眸子开河间,神盲碧露,全印族有墨盘那么大,迎击楚风,砸了过去。 这一刻,虚空都扭曲了,周围的光芒都被这只金色的拳头吞噬,能量浓缩,气息射人,这一拳挥出,很轻易就能粉碎一座大山。 然而,扑的一声,这样霸气的金色拳头,直接被楚风的拳印戳破,跟漏气般,暗淡下去,血液死溅。 巨人痛苦倒退,整条手臂上都是裂痕,被一股螺旋径,差点脚断整条右臂。 他踉呛着,血液鼓鼓而涌。 拥有阻血的巨人,轻易就可以拔山,血气滚滚,同辈中含有能与他较力者, 结果被人一拳就差点绷断一条手臂,让他对楚风异常忌惮,心有俱意。 四周,不少神子、圣女都面色冷冽,敌意甚浓,盯着楚风,见他只身一人来这里,早已经计划猎杀。 一刹那,这里温度骤降,简直像是被冰封连鲜嫩欲滴的花孤朵都在凋零,分舞而下,如同花雨。 好了,远来是客,都坐下吧。 这时,一个男子开口,被雾挨笼罩,有些模糊,但是许多人都敬畏。 他就是浮荒,掌握天神涂抹路呼吸法,这是从究极呼吸法,天神呼吸法变异而来,强大无匹。 他的话语一出,气氛顿时不再那么紧张,各路神子、圣女都很给面子。 在浮荒体外的白雾中,竟有几次混沌器,宛若深渊吞吐天地能量,非常恐怖。 楚风知道,这是头面人物之一,的确甚不可测,目前以实力而论远超其他人,是一个异常危险的人物。 楚风感应到对方溢出的能量有古怪,疑似掌握有非常惊人的能量体构建方式,在其口鼻尖,在那白雾内有隐去的细腻符号。 不管对方气度过人,还是自信无敌,什么都不在乎。 最起码,现在没对他动手,楚风笑着举杯,对浮荒示意,而后自饮。 这时,紫鸾起身,真没脸再躺下去了,现在在装晕不现时,身为圣女,哪里能昏厥那么长时间。 楚风脸上堆笑,十分热忱,道,来,坐我这边,刚才吓到没有。 其实,别将我想得那么坏,我这人最善良,这样跟你说吧,现在谁敢打你主意,我保证打不死他。 紫鸾打了个寒战,这个魔头居然在对他嘘寒问暖,这么的热情,让他简直受不了。 不过,紫鸾回味了一番,他又颇有些自傲,大魔头又怎样,如今还不是对他和颜悦色,对他献殷勤。 显然,紫鸾的傲娇病又犯了,将楚风视作那些追求者。 他扭着小蛮腰,哼了一声,坐在旁边,撇嘴道,你赶紧放我走吧。 有些是你不知道内情,看你态度不错,我可以告诉你,我父亲是,算了,不说,我哥是紫鸟混员工的一代奇才,从未败过。 这么说来,我卖你的时候,还能再提价。 楚风双目赤胜,越发的热情,道,来,慢慢讲,别害怕。 圣女子鸾一刹那间,寒毛倒数,所有的傲娇与自信都消失了,原来这个大魔头对他好,只是为了迈出去,确保成交时无问题。 他简直要哭了,一半是吓的,一半是气的。 楚风安抚完子鸾,将目光投向其他进化者,其中有几人引起他格外注意。 楚雀佛皇外,还有一个名为徐亮的女人,以及一个名为元魔的人,都令他认真观察,仔细明示。 此外,还有一个叫蓝湿的女人,眉目如画,国色天香,宛若从画卷中走出,极其美丽。 楚风关注她,不仅是因为她貌美,还因为她的精神力有些惊人,隐约间透出丝丝缕,宛若实质,异常强盛。 此外,机灵的精神力也很强,如同一轮小太阳,仅稍微逊色于蓝湿。 这时,子鸾看到她关注蓝湿,顿时来了精神,道,楚魔头,你放我走好不好,我给你推荐一个人选,真要能将他捉到,一旦你放出风声,想买他的人可以从星空这一端排到彼岸去。 楚风文言,露出亚瑟,道,这么离谱。 嗯,因为她是仙乐净土的弟子,才一出道,就有了极高的人气,号称拥有天籁般的嗓音,她所唱的圣歌非同小可,能提升人的精神力。 现在,她在星空中已经有不小的名气,深受一些年轻人喜爱。 此乱陆底,告知情况。 宇宙中,有些进化圣地专门研究音波,与精神相合,踏出与众不同的路,走到极致,言出极法。 例如,许多咒语,神言等,就是他们这一系的前弦开创的。 可以说,这个领域的人十分恐怖。 到了这个时代,他们与乐章相合,开创出威力更加不凡的圣歌等,道路越来越广。 这一系的人愈发地活跃,有数个圣地。 无论基灵所在的天音神教,还是蓝师所在的仙乐净土,都富有圣名。 尤其是蓝师,出道后,第一场演唱会就曾引来圣人关注,经过鉴定,他拥有完美级天籁嗓音,是该戏人最渴望获得的嗓子,发出的声音,能跟精神共振,交融在一起。 这种天赋,无论是自身修行,还是唱圣歌,去提升别人的精神,都效果惊人。 再加上蓝师资荣过人,拥有沉于落雁之姿,碧月修花之貌,所以才一出道就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 他只要唱圣歌,作物虚席,火爆得惊人,每次都会提前将票受庆。 当然,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修行,能在演唱会中借众人蓬勃的精神光艳,来淬炼自身的精神,于人于己都有极大的好处。 楚风哑然,这放在地球上,就是一个歌星啊,而且是潜力巨大的那种。 显然,蓝师感应到他的目光,事实上,他也一直在观察楚风,见他目光这么火热,暗中虽然撇嘴,但面上却便奄然一笑,非常甜美。 楚风觉得,这个蓝师如果卖出去的话,肯定能换来更惊人的秘籍。 自从收到一本天涯咫尺后,他尝到甜头,想要再接来历,来这座岛屿,就是想实施猎捕,将那些原本要对付他的神子圣女镇压,而后统统卖掉。 他已经规划过,近期内准备做一个臭名昭著的人贩子。 蓝师问他,为何笑得这么开心? 楚风认真回应道,一本正经,道,我是一个追星族,看到蓝师仙子太高兴了。 子鸾富匪,非常鄙夷,追星族。 是想追捕明星吧,这个人贩子肯定是想狩猎仙月净土的新星。 就在这时,福荒开口,跟楚风聊了几句,没什么火气,一切很平静自然。 最后,福荒轻叹,楚兄,尽早去选一块木地吧,前十大中有年轻的神奇开口,要你去死,还是早些准备后事吧。 这种口气真不是一般的张狂,这么的轻视,张口就要楚风去死,实在是自负到一定境地。 虽然说这话的是前十大的一位年轻神奇,福荒只是负责转告,可他却也在建议楚风应去选一块木地,体现出他自身的看法。 福荒道,楚兄,我的确不好看好你,一位少神要你死,估计你没有一点希望,早点做安排吧。 不过,他进一步强调,只是在转述,一切都是那位年轻的神奇说的,是那位少神的态度。 众人震撼,前十大的一位年轻的神奇开口,这意味着什么? 楚风恐怕真的没有活路了,前十大谁惹得起? 自古恒定,这种道统至高无上,平日根本接触不到。 前十大的一位嫡系传人,背景太恐怖了,他犹若天空中浮现的巨龙偶然一现俯视地面。 这次,他盯上地面一头猎物,要杀之。 对于很多人来说,距离太遥远,没有任何交集。 可这次,这头天穷上的巨龙,一位年轻的神奇,静看楚风不顺眼,公然这样放话。 显而易见,绝对没有挽回的余地,楚风不死的话,那位开口的少神还有什么颜面? 人们倒吸冷气,早先还觉得楚风强势,作风霸道,像是个大魔头,可现在看来,他马上就要死了,有些可怜。 跟前十大的年轻神奇对比,那真是,不公平,在这些人看来,楚风就是一幕悲剧,结局已经注定。 楚风就算是泥塑木雕的,也有三分烟火气,一个所谓的年轻神奇感这么放话,要他直接去死。 你跟他去说,他算个屁,他姐姐的杂念有多远,让他给我滚多远,不服。 让他来地球找我,我一巴掌拍死他。 楚风发话,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受气的主,更何况,那个所谓的年轻神奇都这么公开,要他去死了,还有什么好客气的? 即便真的不敌,不是对手,依照他的风格,那也肯定不会屈辱的低头。 况且,在这种情况下,就是服软,那位少神也要他死,会更憋屈。 众人目瞪口呆,楚风这么发狠话,这是要死磕到底,想要与年轻的神奇一战。 多少年了,岁月都快尘封那些就是了,很多个时代没有人敢挑战最强十大的嫡系,因为难度太大。 福荒,很淡定,像是预料到他这种反应,其他人则不平静,都在低语,议论,这是大事件,他们真的很期待,那位年轻的神奇来地球,看一看究竟多么的风采多目。 你你你,这么说,没有缓和的余地了,应该是,没有活路了。 紫鸾心慌慌地说道,可见他是多么的不看好楚风。 至于其他人,看法更加一面道,比紫鸾激烈多了,有人露出异色,看楚风时,就跟看个死人一般。 早先,还有人不服,对他抱着浓烈的敌意,可现在居然生不起那股狠劲了,等着看前十大的年轻神奇的追随者抹杀楚风就是了。 是的,他们不认为那位少神会与楚风有太多交集,仔细想来,那等人物应该不会出现,会有人帮他做好这一切。 年轻神奇的背后,不仅站着很多老怪物为他护道,还有同辈经验的人物是他的追随者,对其守护,不离不弃。 有那种资格的年轻人,放到外界,绝对算是一方天纵奇才,一般的进化者远,无法与之相比。 你得罪圣人可以不死,是因为他们降临不到这颗星球上,可是那位少神没有此限制,只要他愿意就能跨界过来。 在同层次的进化者中,那种人就是神,是主宰者,不可战胜。 有人这样说道,楚风悠悠一探,看向岛屿外的碧海。 一些人露出意思,认为他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。 可惜,你想低头都不行,晚了,那位年轻的神奇大人说出的话,不可能再收回。 有人奚落道,楚风再次轻叹,并开口道,前十大的嫡系传人,我要杀几个,才能让他们老实。 一瞬间,许多人实话。 他在那里叹气,不是担忧,而是在想其他事。 当年,又不是没人杀的他们低头认输,我为何做不到? 楚风开口反问,一副很平常的样子。 这么大的事,他压根就没往心里去。 人们全都一脸诡异之色,他的心得多大呀。 刹那间,人们想到一个名字,夭夭,前段时间,夭夭呈现这个金色账号在元寿平台上被重新激活, 揭开昔日旧式的一些面纱,着实引发巨大轰动。 据悉,这是惊艳了一个时代的女子,让前十大星辰世界的同辈天骄都不得不低头。 她傲视星空,璀璨光辉,压改所有对手。 不要以为你有夭夭的风采,那样的人只有一个,诞生在这颗星球最辉煌的年代。 而你呢,出生在这颗星球最暗淡的时期,从培养到资源,再到无敌环境等,都差得远,暗中辉煌已经不可复制。 有人摇头,而且是较为中立者,对楚风没什么敌意,可却不认为他可以开创奇迹。 事实上,但凡正常人都不会觉得能再出现第二个夭夭,有的天骄出一个就足够了,光彩照亮那个时代。 后世,尤其是在地球最坏的时期,想再复制出一个,太难。 你的活路只有一条,投靠给那位少神的对手,同为前十大中的道子,天骄等多半愿意庇护你。 子鸾出主意,想要楚风念及他的功劳,从而放了他。 别乱操心。 楚风瞥了他一眼,道,知道我在元寿平台上账号名称吗? 这时,正常人都对他不看好,也只有他自己像是很不靠谱般在那里盲目自信。 因为,从当下大环境与实际角度考虑,只要是正常人都觉得,他必然要败王,没什么优势可言。 扑斥一声,蓝师笑了,道,金色账号,无敌是多么寂寞。 上一次,楚风第一次在星空中露面,就在元寿平台上轻轻演唱那首无敌歌,造成巨大轰动。 当时,无敌是多么寂寞,这首被楚风简单轻唱过的歌火爆得一塌糊涂,让蓝师这种拥有天烂嗓音的人都感觉到压力。 经此一打岔,刚才的话题被转移。 终于,这里再次充满各种声音,而飞陷入那种对前十大无比敬畏的怪圈中。 在此过程中,楚风发现,福荒始终很平静,哪怕提及那位年轻的少神, 他也很从容与淡定。 因为,他有底气啊,天神涂魔路就是脱胎于究极法,天神呼吸法, 他的祖上源自前十大星辰世界。 子鸾小声告知,并且,楚风也进一步得惜, 那个开口让他去死的少神究竟是谁, 就是掌握有究极呼吸法的天神族的一位少主。 自古至今,十大最强种族之一。 该族以天神自居,可以想象,他们到底多么的辉煌与恐怖。 这时,楚风发现,跟他过来交流的人居然变多, 甚至有人要求跟他合影,而有敌意的那批人都安静了, 他觉得莫名其妙。 楚兄,希望你能坚持住,活得久远一些, 要是能逼得天神族的那位年轻至尊亲自来这颗星球对你出手, 那就再好不过了,以后我跟你的合影, 给别人看时也就有了炫耀的资本。 楚风听闻,拍了拍他的肩头, 道,放心,以后你会觉得自己的眼光多么正确, 我的光辉有朝一日,会普照到你的。 那人尴尬,道,我的意思是, 你能支撑到天神族的少主亲自赶来杀你, 虽死犹荣,虽然只是跟你的合影, 而不是那位少神本人,但毕竟有了一些关联。 你大爷的,滚。 楚风大怒,闹了半天, 他居然只是那位天神族少主的背景墙, 是衬托他荣光的失败者。 从而也看出,前十大多么恐怖, 天神族少主一言一行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 这个人越发尴尬, 然后他便看到楚风拿出个本子在写些什么。 楚兄,你这是在作甚? 记下你的名字,回头找机会把你卖掉。 楚风回应道, 此人的脸顿时绿了, 妈的,忘了这茬, 光想着这个魔头要被天神族少主涂掉了, 忘记他恶名昭著, 最近卖绳子圣女的事了。 别啊,不能这么记仇。 这人慌忙说道, 楚风不搭理他, 利用此机会, 拿个本子不断记录, 他再找对他有敌意的绳子, 圣女, 准备一旦开战, 全部镇压, 拐走, 都给卖了。 如果让人知道, 他这么凶残的决定, 估计都寝食难安。 收获绝世篇章, 咫尺天涯, 让楚风尝到甜头, 他来这里, 就是想做一个人贩子, 哪怕有天神族的危机, 他也没有放弃这项主液。 期间, 楚风跟蓝石热络的交流, 子鸾看得清楚, 这家伙双眼发光, 这是想绑架呀。 他还真有点期待, 蓝石这种明动星空的新秀明星, 一旦被楚风掳走, 带去拍卖, 或者凶残的自己留下, 会引发怎样的后果。 这个傲娇女, 现在有些腹黑, 迫希望蓝石被劫走, 引发星空中发生波澜, 唯恐天下不乱。 在此期间, 楚风跟福荒也聊了几句, 出乎他意料, 这个人虽然很强, 且跟天神族有关系, 但是很平和, 不让他反感。 楚风道, 福兄, 你名字中的荒字, 可谓大好, 颇有横断岁月, 镇压古今之势, 雄魂而壮阔, 霸气横千秋。 福荒莫名其妙, 荒能这么解释。 楚风又拍了拍他的尖头, 道, 可惜, 荒字前面加了一个福字, 神韵大俭, 且破坏意境, 你可能会不得善终啊。 哪怕福荒很淡漠, 一直无喜无忧, 此时脸色也略黑, 转身就走了。 蓝石浅笑, 海蓝色长裙脱在绿荫地上, 若一株蓝色神花绽放, 他妖艳而美丽, 一笑倾城, 道, 楚兄还不知道吧, 福荒神子现在要和原魔一战, 你此时说这种话, 有些不急呀。 在这些人中, 福荒, 徐亮, 原魔实力最强, 蓝石, 机灵精神力最惊人。 神子福荒, 居然要和原魔大对决, 引发轰动。 不过, 人们马上释然, 福荒一族的呼吸法, 脱胎于天神呼吸法, 结果起名为天神涂魔路, 本身早已说明问题, 跟摩西人马有大仇。 很可惜, 这一战不公开, 不让人观战。 两人在远方的海域激烈厮杀, 激起冲天的浪涛, 不允许其他人接近。 其他人都好说, 很本分, 不敢去打扰, 就是徐亮都很宁静, 没去观战。 楚风自然想看个究竟, 最终离开岛屿, 踏着海面, 一路追了过去, 想要看两人的手段。 可惜来晚了, 这一战虽然十分激烈, 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, 因为那两人全力以赴, 都动用最强手段, 上来就拼杀手锏, 原本需要很长时间, 才能奋出胜负, 结果在片刻间就各自见血, 占据落下帷幕。 浮荒胜出, 但身上有很多血痕, 身受重伤, 不宜再战。 至于原魔, 则脸色苍白, 伤势更重, 在海面上迈步时, 都摇摇晃晃, 数次要追紧汪洋下。 原魔兄不要紧吧。 楚风赶来, 本着和天神族一系人马, 不目的进化者, 就是朋友的观点, 他在释放善意。 滚, 我怎样, 还轮不到你来接近, 你还不配? 原魔一句话, 就让楚风脸色沉了下来。 他在释放好意, 想跟对方接近, 结果这个原魔野性十足, 眸子森冷, 对他的橄榄之事不见, 还这样大放厥词, 羞辱楚风。 然后, 战斗直接爆发。 或许, 不能称之为战斗, 原魔重创之身, 危急到性命, 走路都亮亮呛呛, 遇上被激怒的楚风, 这可真是有点惨。 他被压制, 被险些被击杀。 刀屿上, 许多人进入海中, 看到前方的战斗情景, 全都目瞪口呆, 简直难以置信。 不是浮荒与原魔的决战吗? 可是眼前, 楚风在殴打原魔, 一路追杀, 血液似箭。 一时间, 众人都觉得眼韵。 原魔, 一个黑发年轻强者, 眼神如猛兽般, 带着野性, 桀骜不驯。 在域外星空中, 名气大的骇人, 曾经以一滴魔血, 击杀一位神子, 曾经只身闯入一颗星球, 降服所有土著, 年纪轻轻, 就已经拥有一颗属星。 他更曾与一些圣子赌战, 一个人赢了一群人, 从而震动星空, 提到他的印象就是野性, 冷酷, 强大。 在许多人看来, 他不可战胜。 哪怕是浮荒, 拥有究极呼吸法的变种, 天神涂魔鹿, 号称天宗神子, 难逢抗守, 也杀不原魔。 这两人切磋数次, 不过薄中间。 然而, 眼下, 人们看到了什么, 原魔好惨, 在被人揍。 没错, 这已经不是战斗, 而是单方面的殴打。 号称天宗魔子的原魔, 口鼻喷血, 眼睛肿胀, 被打成乌眼青, 嘴里不断喷血, 踉呛着倒退, 那简直毫无还手之力。 人们目瞪口呆, 觉得太诡异了, 这很不真实, 太虚幻了, 那可是原魔呀, 一个人就能震杀成片成群的同辈精英, 可现在简直被虐成狗。 哼, 楚风一脚踹出去, 原魔像是个沙包般, 横飞出去树里地远, 砸在海面上, 溅起三百米高的大浪。 吐住, 原魔要疯了, 这简直是耻辱, 被人这么暴打, 内心无比崩溃, 让他眼睛赤红。 吐里大爷, 楚风抱贺, 一个纵身就是树里的远, 从空中俯冲, 一拳砸向海面。 哼, 海水在沉陷, 方圆树里内海面白茫茫, 向下挤压, 借着焚烧, 轰然一声炸开, 简直要将海底暴露出了。 原魔虽然竭尽所能地抗衡, 但还是被压制进海底, 浑身冒险, 皮肤上裂痕密布, 最后艰难冲到海面。 他遭受重击, 接连吐了十几口血, 眼睛凶狠, 道, 你敢辱我, 辱你又怎样? 楚风冲过去, 二话没说, 直接又抬起一只脚, 凌空向着原魔踏去。 原魔怒火冲天,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, 对方居然赶一只脚向他踩来, 这是在蔑视他。 可是, 他还真不敢迎击, 横移身体, 尽力躲避, 因为他跟福荒对决时, 两败俱伤, 现在不想硬碰硬。 哼, 最终, 这只脚踏来时, 他没能彻底避开, 整个人横飞, 再次用一头栽进汪洋中, 浑身是血。 人们震撼, 楚风这是要逆天吗? 一个人压制的原魔没脾气, 吓死人了, 简直不可想象, 楚风将原魔给收拾了。 原魔, 号称天父罕有的魔子, 一身魔宫早已小成, 可以镇压个陆圣子等, 就这么败了。 人们哗然, 曾听到原魔各种传说, 战绩辉煌, 然而现在却被人暴打, 真是见面不如闻名。 福荒的强大, 近人皆知, 能够跟他齐名的原魔, 就这么不堪吗? 原魔骨头都断了一些, 艰难地从海中爬出来, 听到这样的话, 直接吐了三大口血, 他觉得真是别屈, 都在说他败了。 他心中窝火, 他却信真要是公平一战, 他不可能输。 楚风, 你还要脸吗? 趁人之危, 在我与浮荒击战后, 能量枯竭时来袭杀, 算什么本事, 若是个人物, 就跟我堂堂正正一战。 原魔吼道, 他真急了, 再这么下去, 就要被活活打死了, 那个土著就是抱着这种目的, 在惨无人道地收拾他。 人们恍然, 瞬间明白怎么回事, 尝出一口气, 不然真被吓得不轻, 那可是原魔呀, 再被殴打。 你废话真多, 败了就是败了, 被我抽嘴巴就是抽嘴巴, 这就是现实, 找什么理由? 楚风说道, 他一副酷酷的样子, 在那里装深沉。 原魔又一次吐血, 这个土著在拿他刷战绩呢, 明显是故意地贬低他, 而抬升自己。 他跟福荒一战后, 亮亮呛呛, 被这个土著疯狂袭击, 哪能是对手, 跟全盛师相比差太多了。 你真是该死啊, 原魔嘴角一血, 眼神森冷, 你才该死。 楚风一副恼怒的样子, 现在居然比原魔火气还大, 又俯冲了过去, 追逐原魔殴打, 让他头破血流, 胸骨断了树根, 最后像是个破布口袋般飞上天, 又坠落进海里。 不久前, 楚风跟原魔打招呼, 释放善意, 结果却被羞辱, 让他滚, 说他没资格接近。 而现在, 变化惊人。 看到原魔不顾一切的逃亡, 想要离开这里, 楚风一声断鹤, 道, 我打断你的狗腿。 而后, 他就这么做了, 俯冲进海中, 双手抱着一根如同水桶粗的黄铜柱子所笼装, 对着原魔就砸。 砰砰砰, 楚风下了厮守。 这一刻原魔惨叫, 哪怕他很英雄了得, 现在也想诅咒与大骂这个野蛮的土著。 原魔不仅两条腿被打折了, 就是雷骨, 手臂等也都软绵绵, 遭遇重创, 全都骨断筋舌。 真是打断了狗腿呀。 原魔好惨, 双腿都被打断了, 整个人想逃都逃不了, 这个楚魔王真是凶残啊。 一群人惊叹, 震撼。 你们也不仔细想想, 一个叫原魔, 一个叫楚魔王, 后者明显魔中的头子, 原魔遇上他, 肯定要倒大美。 有人强行解释, 原魔简直要疯了。 想他只身一人, 曾经狩猎比目前的地球, 要强很多的生命星球, 猎杀那里成片的观想境界的生灵, 最终收获一颗鼠星, 成就一段神话。 他一路高歌, 面对其他神子, 圣女等, 只要他想动手, 肯定可以禽杀, 有生以来还没有这么惨过。 这次, 自斩道横, 跨界进入地球, 想要寻到某一片遗迹中的原始真魔秘解, 结果出师未解, 自身便要被一个土著打爆了。 啊, 他大叫着, 鬼叫什么, 再叫的话, 将你立刻卖掉。 楚风恫吓, 最终的结果是, 楚风拎着重伤的原魔回到桃花灵中, 这可真是凶猛的一塌糊涂, 堂堂魔子, 就这样糟结。 桃林中落鹰缤纷, 原魔劈头散发, 被楚风扔在一棵桃树下, 他自己去饮酒。 这一刻, 人们看向他时, 眼神全都变了, 这也太凶残了, 将原魔都给折腾成这个样子, 还真是恐怖。 子鸾, 原本美滋滋, 因为他跟福荒搭上关系, 他的兄长, 紫霄身为混员工的奇才, 跟福荒有过几面之缘。 福荒已经答应帮他, 不会再让他受歧压, 为他出头。 子鸾刚才没去观战, 还不知道情况, 直到现在, 看到楚风这般归来, 将原魔都给收拾了, 他顿时捏了。 然后, 他就老老实实离开福荒, 向楚风那里走去。 不用担心, 我跟他说一声, 福荒开口, 不用了, 原魔都那么惨了, 肯定要被卖掉, 福荒大哥, 你就别陷进来了, 万一被他找到借口, 将你也抓住, 然后去卖掉, 我心里会内疚。 子鸾的一番话, 让福荒发呆, 他就这么不堪吗? 真是岂有此理。 不过, 在看到原魔现在的处境后, 福荒还是果断闭嘴了, 先养好伤吧, 万一阴沟里翻船, 他那还真是有些惨。 岛上, 一片轰动, 刚才没有去观战的人都被惊得不清, 看到原魔的下场, 许多人心中打鼓, 非常不安。 楚风你要是个男人, 就放我走, 等我养好伤, 我们公平一战。 原魔在那里咬牙说道, 都成阶下球了, 还这么不识好歹地顶撞我, 就是欠打。 楚风说完, 噼里啪啦一顿胖揍, 按着原魔使劲殴打。 一群人实话, 都说是可杀不可辱, 可楚风这事, 欺辱你没商量, 管你原魔还是谁, 先打一顿没商量。 楚风, 你这样对我, 会为你自己, 以及你身后的这颗星球惹来大祸, 你知道我是谁吗? 我这样的魔子被辱, 那群魔不会放过你。 原魔说道, 过躁。 楚风甩了他一巴掌, 而后直接登陆原兽平台, 准备卖掉原魔, 在他看来, 这个脾气又臭又硬的家伙, 简直是一无是处, 可这样杀了的话, 有点可惜, 不如卖调换秘籍, 也算是有效利用。 楚风抱怨, 道, 你说你, 一没什么姿色, 二脾气这么丑, 肯定卖不上什么好价钱。 不久后, 原兽平台轰动, 楚风出现, 在上面放消息, 说要卖一个很没用的俘虏。 结果, 真相浮出水面, 被卖的人居然是原魔, 一个魔子, 一位天纵奇才, 年纪轻轻, 已经独自攻克, 一克低等星球, 斩杀不少观想层次的生灵, 将那里化为自己的属性。 原魔虽然很年轻, 但是, 名头已经非常响亮。 老天在上, 原魔被卖了, 这也太惨了, 我能说什么? 这个楚魔王要逆天吗? 楚风凭着经验知道, 圣女好卖, 神子的价格不是多高, 不被追捧, 所以他觉得原魔也不会多么值钱。 哪里料到, 最终许多人询问价格积许, 楚风, 兄弟, 咱们商量一下, 我不买原魔, 但我可以送你一本关于彼岸花的能量体解析,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, 你当众殴打原魔, 揍得他哭蝶喊娘就行。 楚风文言, 有些发呆, 还能这样? 这原魔真遭人恨啊, 居然有人这样要求, 愿意用秘籍换唇暴揍他。 楚兄, 我也想这样, 你打掉原魔满嘴的牙齿, 我愿意送你一部御剑术秘籍。 楚风果断点头, 欣然同意。 然后, 他仔细看流言, 顿时笑了, 原魔真是太招人恨了, 有相当一部分人都留下类似的要求。 原魔恼怒, 羞愤, 怒道, 要是将你挂上去, 你比我都不如, 将人神共愤。 你一定会起来的, 你会出现上去的方法力关门。 我们下次才会招待, 我看看将 bath时代了。 感谢观看